在西行记中那家是非常长寿的龙族了,作为最先诞生的古龙,他为何一直都不会陨落呢? 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因为他与世无争。 那家一直都居住在云外天,他不是人间烟火,世界上的一切他都不过问。 在远古时代,古龙和巨鸟加罗罗,曾经展开过终极之战,这场终极之战伤亡程度非常高。 原本世界上存在不少古龙和巨鸟加罗罗,但是在经过终极之战之后,大批的古龙和巨鸟加罗罗都战死, 剩下一批狗言惨喘的角色,也都纷纷离开人世。 而那家压根就没有参加,至少巨鸟加罗罗和古龙一族的恶斗,所以他幸存下来。 只要参与当年大扬的古龙,一族和巨鸟加罗罗都已经死亡,那家对巨鸟加罗罗并没有仇恨, 所以他才会留下最后一颗巨鸟加罗罗的鸟蛋。 最后的这一颗巨鸟加罗罗的鸟蛋孵化出来就是大家熟悉的一万尺, 若不是那家突然善心发作,一万尺可能就不会和大家见面了。 如果当初那家也参与了巨鸟加罗罗之战, 估计那家也会在战斗中战死即使不战死, 他也会因为精力消耗过多而亡,毕竟巨鸟加罗罗可不是一般的角色, 他们的战斗力完全可以和古龙一族媲美。